球數就是101球 來看一下這一球擠壓到 在中間方向的小飛球 6月2號新莊球場 富邦漢將對上衛拳龍 切局上羊頭威迪茲 解決打者劉激鴻之後 竹沈突然走上前 又要檢查他的手套了 是不是有一些什麼外部屋子之類的 所以現在摸了摸 威迪茲的手套 接著搖搖頭 雷沈也上前檢查 自家羊頭出事 漢將投手教練林振峰 跟翻譯上前了解狀況 手套內部 這個黑黑的屋子 威迪茲手套內側疑似沾上不明物質 雷沈總教練邱昌榮 通通圍上來 手套交出來 里里外外摸一遍 這時主審林金達大手一揮 把威迪茲趕出場 那這樣會不會就 就是影響到威迪茲的心理 真的就有待觀察 投手教練林振峰 示意牛棚熱身投手 歐舒成上場接替投球 裁判則是把手套還給威迪茲 不方看向威迪茲 他的手套有用禁止事項 就是手套 然後裡面有一些不應該有的物體 所以被我驅逐出場 聯盟主審林金達 透過麥克風向觀眾 以及兩隊球員說 羊頭威迪茲違反投手規章 手套有不明物質 依規定驅逐出場 而裁判會抓到 是因為魏群龍總教練 葉君章向聯盟反映 跑去 他投了球就跑去 我們那個休息室 然後他拿到那個球 然後他拿給我 他說 學長這個球 我拿起來之後 發現那個球 確實是有點黏黏的這樣子 我自己看起來感覺有點黏黏的 然後我們就 我才跑去跟主持人講說 這個球是他剛剛投進來的 葉君章申訴後 聯盟抓到違規 魏迪茲成為中職史上第一位 因為塗抹外部物質 遭到驅逐出場的球員 同時根據罰則 將從6月4號開始競賽時場 並開罰1萬元的罰款 TVBS新聞 陳出賢 廖帆宜 許又翔 台北台中 蔡英報道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